2 1 点火 这是台中高宫三年级学生谢海军试射成功的火箭 他和班上的死党还多角度记录火箭喷射口 不过当然不是一次就成功 也曾有这样的失败案例 谢同学就读电机科因为从小喜欢火箭 从二年级开始透过自学的方式研究探空火箭 和死党同学一起动手 爸爸也很支持他 向朋友借来车床让他打造构建 物体燃料是硝酸钾 氧化铁 还氧树脂 过程当中最惊险的还是燃料在调配的过程不慎爆炸 造成手臂被炸伤 家里也差点火灾 其实就炸到手也都还是小事 甚至我把家里炸到全都是烟果 真的是用生命再换 就是蛋板可能我当天燃料多一点 然后偏一点的话 我可能真的会烧到脸 或是烧到其他地方 最近谢海军和他的搭档到云林的合体空旷处 试射第二代火箭成功 两个人都非常振奋 虽然学校内没有这方面的课程 但谢同学看书找网路加上亲自动手 全靠狂热的兴趣和家人的大力支持 爱迪森他做灯泡都被都失败几次了 你才被炸一次手 你这样就要放弃吧 对啊 二 一 点火 也希望未来继续到大学内 用更多的资源研究火箭 探索太空 三立新闻林伟志张玉坤 台中报导 些发 兴趣事兵宝大千里